第13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這個A的剔圖上面我們看得到 他有的時候往正方向運動 有的時候往負方向運動 那麼當然連方向都不會一樣 所以他就不會是時時都做所謂的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他並不會他的順數都會相同 所以選項A是錯的 我們看到6到8秒的時候 他就朝正方向運動 題目說以向東為正 所以不是向西運動 所以選項B也是錯的 那麼我看到0到2秒是朝正方向運動 2到4秒是朝負方向運動 還有運動方向不相同 所以選項C也是錯的 那我們看到呢 3秒跟5秒在同一條直線上 XT圖的直線代表速度 一條直線代表一個速度 所以這段時間在做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表示大小要相同 方向也要相同 而我們的速率只管 大小不管方向 所以既然是等速度 當然一定就會等速率 所以選項珠說 他的速率相同是對的 所以第13題問我們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 物體3秒10的順時速率 等於5秒10的順時速率